范逆敏這日作客星光路上 細談演藝生涯點點滴滴 Amy有份演出的金蕭大廈二丹園 姐姐博出後引起不少熱話和爭議 故事雖然詭異 但圍繞的親情部分 都令Amy覺得很感動 很喜歡 還有很有挑戰性 因為我做一個媽媽 也很感人 我自己看都覺得很深呼吸 Francesta本身是舞台劇演員 你這次應該是第一次拍片 是 有很多需要你們指點請教一下 其實我們不敢說指點 因為每一個劇劇 每一場戲都是 只要大家是同時間出現的 那麼多演員 其實都應該要先互相溝通 還有看看那些位置怎樣走 怎樣舒不舒服 又或者如果主場戲是屬於某一個演員 我們都會盡量去幫那場戲 是可以更加出色 所以大家都合作得很好 那麼她謙虛其實她也是很努力 還有很厲害 劇中飾演外傭姐姐Louisa的黃遠華 用爲正站的演技 而收穫觀眾好評和支持 就連Amy都大讚黃遠華努力又認真 當然她真的是非常好 還有她很努力 我知道她之前會做很多research 盡量會把這個角色演得很好 而且最主要是她帶出她的悲傷 兩個悲傷的家庭 就在金蕭大廈這麼圓妙的大廈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當然我都很緊 因為其實我和她拍拍的時候 我都覺得她真的挺遲 她真的很緊 覺得她真的很慘 而且拍拍的時候 她會幫我們入戲 因為她真的各方面都做得很像 真的很像 Amy早前意外令人帶撕裂 導致行動不變 不過早前都敬業開工 出席金蕭二的宣傳活動 令大家眼前一亮的是 她仍然身形瘦了不少 和拍金蕭大客二的時候 簡直是兩個樣子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Amy突然瘦了這麼多 因為很多不少都因為金蕭大廈 是因為拍了金蕭大廈之後 突然間的體重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鏡頭 你會發覺有些鏡頭我是瘦一點 有些鏡頭我是肥一點 其實就是因為 瘦一點的那些是前一點拍的 後來那些實在過敏得太嚴重 所以有點腫 因為這樣的原因 再加上經常被陳俊廷去掃我 所以我就疊心肝去醫治過敏 再加上用合適的食物和營養師各方面 亦都抱著一個健康的心態 令自己的體重適合自己 而不是一個只想著瘦的極端想法 慢慢慢慢反而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我由金蕭應該是71kg 到我現在是53kg 或者是瘦一點的三太 其實我的心情也挺忐忑的 也有點害怕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支持我現在的三太